我三教九流什么朋友都有 曾国成广交友 很虚乃琳以大欺小 曾国成出道25年 为人爽快 有教无类的他 朋友圈从戏剧横跨到体育界 他日前举办50岁寿宴 超过150位宾客前往道贺 包括歌王肖敬腾 超猛的蔡依杰 和棒球明星杨戴刚等 令人料想不到的友人现身 阿杰从他来台湾宣传 他们超猛的当时的专辑 半点心的时候 试炼阵线联盟一路这样子过来 我们拿年龄想法 我们很多的回忆是很共同的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接触的机会 我到香港去看许志安演唱会 然后呢他就 他就那天奉命当马夫 看完了演唱会之后 11点不到12点回来 然后呢两个有点心情 突然想要分享心情 他就开一个最好的威士忌 我们两个就把威士忌喝完 注意听好 我隔天中午的飞机 聊到5点半 他的好友很多种 但有一种微妙的爱恨 叫许乃琳 我想我的话 到12点以后才能说 他有一个 很赤子的部分 我们这两个部分很小 我们两个有一种 很奇妙的互补 互补的蛮好 就基调上来说 他是属于硬的 我是属于软的 所以两个搭载起来 有1加1大2的笑 他是我又爱又恨的人 他明明是我哥哥 可是有时候他表现 就不像哥哥的样子 就是要大气小 你知道吗 或者就是要怎么样 他那种哥哥没有疼惜弟弟的感觉 他哥哥疼惜弟弟的感觉不够 就像是在撒娇是不是 对啊 就很恨他 再跟他亲一下 先拉亲 先拉亲 说归说 曾国成在50岁寿宴上 跟徐乃琳可是食指紧扣 又柔又轻 看得出老人 友情依然深厚 缘分太不容易 人又生老病死 不知道这个缘分会持续多久 所以我很珍惜这个缘